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为什么曾经相爱的两个人到分手的时候 以死相逼甚至跟踪监视 有必要这么做吗 为什么会从相爱变成相杀 今天好好来讨论一下 马上接下来我们今天现场的来宾第一位是艺人刘雨柔 欢迎 嗨 好 我们艺人杨森达 欢迎 嗨 好 艺人 白白 欢迎 哈啰 大家好 我是白白 好 律师李宜珍 欢迎 大家好 经理作家 海苔熊 欢迎 哈啰 好 我想先请我们现场来宾这个诚实作答 如果你的前任邀请你去参加他的婚礼 你会愿意去的举绿牌 你不去的举红牌 你有不愿意 会不会去 一半一半 为什么不去 跟他感情好的话让他如沐春风啊 跟他感情不好的话让他如坐针珍啊 一定要到现场祝福一下 两位专家都不去哦 万一他如果就是发现他比我好 不是会觉得很自卑吗 是哦 你不是心理作家吗 心理这么吹我 你要面对就最好面对 不要面对最好面对 律师也是不要去 就是他的伤离我才会去 哦 别吵了 这么恨 哇 这一区是一半一半啦 会去啦 争达你会 对啊 相逢其实是有缘啊 对不对 不能拥有 你干嘛先毕业经验冊的概念 真的真的啦 就要看到底是谁犯下这个致命的错误 对 另外一半 另外一半 对是谁把他收了这样 我现在觉得不要随便邀请前男友前女友去 他们的心态都是这样 真的真的 好 问一下雨柔你是一半一半哦 对 就是我觉得还是要看人耶 因为有的分开真的就是还是很好的朋友 是 现在我现阶段还是有那种很好的朋友 对 然后有的真的就是撕破脸 那种撕破脸还妖你 那种其实 那个我真的会寄白包过去哦 但是如果说还是可以当朋友的我真的会去 因为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棒的祝福 就像我的婚礼也有前男友来参加 对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应该还好 看你收到红包白包的时候 你家辛苦都没理会 对 而且前男友通常会包蛮大包的 这是真的 真的 亏欠多少就包多少 对 听说你为前男友是非常戏剧化 很像穷瑶小说情节 其实我发现我很多男朋友都好玩戏剧化 但是有一个真的蛮夸张的 就是 他其实个性还蛮极端的一个人 然后时不时我们其实真的是 两天一小吵 三天一大吵那种 然后任何小事情他都可以很 很惹罪 就把它弄好像世界要毁灭了 然后就是你对不起我 我很难过 就是每天都在上演那种戏 那久了我就会觉得 心有一点累 然后那我的做法就是 因为像他每一次吵架 他都一定要当下立马 一定要讲出一个所以来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解决 然后不然我们就是不能结束 我们要耗到最后 但是我的个性是 一般是女生才会这样比较多 那男生就这样 可是我的个性就反而比较像男生 就是我会觉得不要吵 就是我们不能冷静一下 想想到底发生什么事 可能自己也有错 或者是哪边环节处的问题 我们再来讨论 人家不是很好 那他就会死逼活逼 电话躲面电话扣什么都是 然后因为我就是不喜欢吵架 我觉得隔个电话吵也很无聊 所以我就觉得不接电话 躲避 然后也不是躲避 这叫做内恋 你懂不懂 不是鸵鸟心态 就是我觉得现在是缓则员嘛 就是因为讲一定都是难听话 那不如不要伤害彼此的感情 他本来就是这种风格的人嘛 还是碰到你变怎样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以前就这样 爱你爱到发狂 可是那时候我觉得他发狂是因为 因为我就不接他电话嘛 然后因为那时候 我有跟室友一起住 然后有一天晚上 我室友就突然说 Liuiuiu你有没有听到 我们家外面一直有很奇怪 动物的叫声 动物的叫声 对我就想说什么动物的叫声 然后我就仔细听真的有 就是我们家外面一直有那种 啊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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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那种声音 鬼故舌头 真的有这种声音 豪猪 然后我们把窗户 因为我们家以前是 就气密窗 然后没事 因为真的太大片 所以我们会把气密窗关起来 因为我们真的蛮吵 那时候还很年轻 我们把窗户打开来看 就真的那个声音很大 是有一个人在那边 的那种声音 是他啦 还在哭气吗 然后 他为什么要这样 我就把头探出去看 他真的就在我家 大门对面的棋楼 蹲在那边 然后就 就一直在那边哭 一直哭 一直哭 然后我就说 你可不可以不要再哭 因为整条巷子都知道你在这 而且我那时候开窗看的时候 其实已经将近十二点一点了 那个时间是大家在睡觉 就算是一点点醒鼻涕声也很大 我说你可不可以不要这样 就有什么事我们好好讲 你先回家 因为现在很晚了 那我不要走 我就是要看你一眼 我想说我是过世了吗 还怎么样 我想要看我一眼 就是这件事真的就不好嘛 然后他就是一个 他就是一个很极端 就比方说 我们吵架 他就会常常出现在你家巷口 就站岗 就站到你出现 然后就说你可不可以不要这样 我知道我错了 他就会示弱 然后我们不要再吵了 可是明天又会一样的事情 就一直吵 你的反应会是什么 你对他做这些 比较疯狂的事情 其实一开始前面我会心软 就真的一开始会觉得说 好 算了不要吵 真的这么爱我 可是那个大概一个月内 我的耐性大概一个月内 到第二个月我就觉得 你有完没完 我就觉得这个是个烂戏 就是我不想看 然后你也造成我很麻烦 因为他已经极端到 比方说 我要出门 我在穿鞋子 鞋子很难穿 他打来 然后可能我在讲工作电话 一边在弄 然后他插播 我一直没有打进来 然后我工作电话讲完 准备要出门了 包包背了 我打给他说怎么了 他就说 你为什么刚刚差不多 不接我电话 我说因为我刚刚讲公事 他说公事有没有重要吗 我就说 那我 我就是 必须要忙完整 你应该都会害怕吧 对 我就觉得 怎么会是这个反应 我说那我现在回你电话 你什么急事吗 打得那么急 就是我这个过程 他就起码五六通未接了吧 他就说没有 我只想看你在干嘛 你是不是在骗我 就是你为什么 你在跟谁讲电话 一定是公事吗 你是不是骗我 你是不是跟人家讲什么什么 就是不接我电话 我想说你疯了 我可以等一下回你电话 因为我现在真的 赶到出门工作 就把他关机 因为我叫计程车 我必须要出门关门 上计程车 我想说路上打给他 再好好讲 我出门 大概一两分钟的时间吧 上计程车 门都还没关起来 他电话又响 他就说 你不是说等一下要打给我吗 我说对啊 才两分钟 你很有耐心 对 他就说 你为什么不能一下楼 关铁门就打给我 我就说那为什么 我不能关车门 之后再打给你 就是他的一下 可能跟我们一般人一下是 那个阶段差很多很多很多 然后到后面我真的受不了 他一样就是一吵架 就来人家鬼哭神嚎 然后有一天是 他一直哭到 我就真的要报警 因为我真的觉得 太不堪其扰了 他就没声音了 你跟他提过分手吧 可是他就是一哭二闹 我三上吊 他最后一次压垮我就是这样 就是我说真的不要再这样闹了 就又在我家的话哭 我说不要再这样 就分开吧 我受不了 他就没声音了 他那一天就没声音了 然后过大概十几二十分钟 我的手机狂响 然后是一直有人传影片过来 然后那个影片是 他自己一手拿着 然后一边在开车 然后自拍的影片 然后那个影片的内容 就是一个人的 就一直这样 然后开车 然后他已经泪水 都模糊他的视线 然后已经不知道开去哪 你看到这你会紧张 因为这很容易出事 那我就打给他说你在哪 你现在要在哪里 我说你要不要好好的平安 我们看约什么地方 我带你回家 我发生我要去哪里 我要去死好了 发生你不在意我 就是一直这样子很 你知道没有头绪的讲这些话 然后最后我就发现 即便是我示弱 想要他平安 但是因为他太极端了 我只能搬出他妈妈来 我记得那时候 是半夜两三点吧 我打电话给他妈妈 我说真的要麻烦你 打个电话给你儿子 就是他现在的状况 跟他妈妈讲 然后从那一次之后 他真的就好好的消失了 我不知道是因为 妈妈有介入还是怎么样 他觉得让家人担心 还是什么之类 但是我知道 我自己真的没有办法了 搬出妈妈来才有用 对 所以说我请问 你要跟他好聚好散很难 超难 而且这种人 一定跟你分开之后 就是外面一直讲 你有没有 可能在一起多久 几个月而已 几个月 好险喔 对 只要只有几个月 我问一下海苔熊 这种男生怎么一回事 像我之前有遇过一个 就是听过一个案例 真的是非常非常 跟你那很像 他就是半夜接到那个 他的伴侣的电话 然后 那伴侣 他伴侣就跟他说 我限你五分钟之内 来到我面前 不然你就会看到我 躺在那个斜坡上面 然后他男生就很紧张 他起游户 但他家到他家要 好像要一两个小时吧 所以他就拼了命 他不可能五分钟嘛 五十分钟之后 终于抵达了 抵达之后 一脚才跨进他家的门 然后 他就发现他的女友在干嘛呢 在看电视 看电视 然后问他说 你干嘛来 在看血芯片是不是 没没 他就说你干嘛来 没错 有点像他 他说你干嘛来 然后他就说 你不是叫我来吗 我不需要你啊 你干嘛来 然后 那男生就觉得他 其实五十分钟 就是跟白痴一样 所以他准备掉头要走 结果女生就跟他说 你敢再往前 跨一步 你就会看到我 倒在血泊之中 又来一次 又来一次 就是他 他一定要这样子 就把你来来回回这样 那他们 不论是你的 或是你的案子 或是刚刚那个案例 都是一样 他们要的是一个确切的答案 这答案就是 你爱不爱我 那我想问 像这样的人 他讲这些话 他真的会执行的 几率有多高 很难说 再往前跨一步会怎样 很难说 我遇过另外一个超好笑的 就是他要假 他要假车祸 他就是要威胁他的男友说 他要去死 他要假装一个车祸 然后他就走到马路中间 准备要被车撞的意思 好 他本来想演 那为什么我会知道呢 因为他包扎来 就是一只脚断来找我 就是 就是 他是 他说我本来要演的 太入戏了 结果没想到车子真的撞上来 所以 所以你知道吗 就是 会出事的其实很难说 因为他可能没有想要出事 他就出事了 对 然后就被撞到这样 然后他说 我下次就出去几公分就好 不要出去太多 这好难 我们都会配合演出啊 因为 要分手也不希望出人命 我们先进广告 好 如果前男友就是狗狗丁 一直骚扰你该怎么办 一样来问雨柔 这我们经验很多 另外一位 我觉得 被前男友骚扰这件事情 还不稀以为 还没有太奇怪哦 我很常会遇到那种前男友的前女友 来骚扰 前男友的前女友 对 就是越来越复杂了 很奇怪 就像我遇到还蛮多案例是 比方说 我现在当下 交了一个新的男朋友 然后交往了之后呢 我的那些社群网站 开始就会有一些很奇怪的留言 然后都是没有大头贴的 就是你就知道是假账号 然后呢 留言的内容都是说 抢一下男朋友很爽吗 你以为你自己很正吗 你很了不起哦 狐狸精 就是会会讲这种类似那种 你是第三者的话 然后久了我就觉得很奇怪 就是 这个人是疯了吗 为什么在我交了一个 新的男朋友之后 一直疯狂的留言 然后我就看了他的账号 一定跟他有关 我就看了他的账号 然后我就发现 哇 那个账号是为了我开的 你知道吗 因为他的账号名字 完全是我英文名字 就是我的英文名字 还开了一个 我的英文名字账号来攻击我 然后 但是他攻击 就是他自己那边 就是假账号还有po文 然后po的都是一些 比方说 跟我们有关的新闻 或者是什么之类的等等 然后下面还会有人留言 就是他里面还是有好友的 然后会有人留言 然后我那时候真的太气了 因为你就莫名叫被骂嘛 你就去找那些人的连结 就是共同什么 你就连 然后连到最后发现 是我当时交往那男人的前女友 然后我就说 你也扮得很详细 我完全是惹毛我 我就是FBI 我平常可以做事不管 但不能来惹我 就是我没有做的事情 不可以这样子 然后当时他就是越来越夸张 因为你就是即便跟他说 你不要这样做 他也会说怎么样 你会怕 是公众人物就不要做这种事 不要脸 什么就会讲这种类似这种话 然后我真的是受不了了 我就跟我那个当时的男朋友就说 这是你以前女朋友吗 你知道他在做这种事吗 然后我当时那男朋友还说 我不是很意外 就是如果这个人是他的话 我说为什么你不意外 他说因为以前我刚刚在一起的时候 他就是吵架会把娃娃脖子扭断 还是什么之类的 然后他就是说 他就是一个很极端的人 然后所以他做这件事 我不会太意外 但是因为我真的太气了 所以这件事其实当时有新闻爆出来 但是上新闻之后 这个人就没有再有动作 我觉得他应该吓到 因为他应该会想说我是艺人的身份 所以你不敢对我怎么样 而且这是一个丑闻 你抢人家男朋友 可是我觉得这完全是你自己想象出来的 我抢你男朋友 你刚正面迎接的时候 他反而缩回去了 对 然后他就消失了 他真的就归缩 当时那男朋友没有帮你特别处理 其实我也不需要他特别忘了说 因为你再去找你的前女友 跟他好好聊 你会不会让人家觉得说 我跟你还有希望 你为什么好好跟我讲话 你是不是怕我伤心 或在意我的心理状态 所以我就觉得他不需要 把我处理这件事 是我跟那个女生的事现在 就我自己来处理 而且我觉得你火力还蛮猛 对 问一下李律师 像碰碰这种前任就是不甘心 或前任的前任不甘心 该怎么办 其实很多就是要收证 然后告他 要收证 对啊 除了告他还能怎么样 对 因为像这种在别人的网 就是那个网路上 或是粉丝专页上 公开留言 然后陈述一些与事实不符的事情 其实就是诡谤罪的问题而已 我这边遇到的是最多就是说 是那个大老婆被那个小三介入 他是真的人家真的小三 老公也跟他承认说 我就是跟那个小三在一起 然后呢 就是大老婆就说 来问我说 李律师啊 老公都跟我承认了有这件事情 那我能不能发个传单 反正就是写事实嘛 发传单给大家 让大家知道这对狗男女做的事情 我说真的千万不行 因为纵然老公也跟你承认 有这样子的 就是外遇的行为 可是这个跟公益无关 这是牵涉到人家的私得的行为 所以你绝对不能去做这个发传单的事 否则在食物上其实会被判拘役 四十天五十天都有可能 这是会有罪的 OK 可跟事实相符啊 为什么会有 但是跟公益无关 这是人家的私得 传单一定要是跟公益有关 不是 就是他讲的那个事实内容 跟公共利益无关 对 结果你的那个老公的前任 也是有这种情况 我是 我现在结婚的老公嘛 你现在的老公前任也是这样 而且还不止一个前任 我觉得他 为什么前任都会这样 还是 我有想过这问题是 人命盘有没有算过 是前任有问题 还是我的行业有问题 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大的目标 我最后就发现好像是这件事情 因为很容易找到你 我跟我老公刚才交往的时候 最先发生的事情其实很好笑 是他有一些前女友们 来找我 还不止一个 那女友们一起 然后他们就传讯息给 付仇者联盟的 他们传讯息给我 他们传讯息给我 你知道他们要干嘛吗 他们开始跟我数 就是他跟我老公在交往的时候 花了什么钱 买了什么东西 他们生活过程中 去哪里旅行怎么样 然后什么贷款 什么钱 消费明星 对反正就说 他还有很多钱没给我 你要给 我说为什么我要不要给 我应该成为你老公吧 为什么 为什么我要不要给 他就说 就是希望你们幸福 但是他该有的责任还是要付 就是他以前花过的钱 你还是要帮他付 我想说 我想说 你们以前生活干我什么事 为什么 我要帮他给钱 你有逻辑 对然后像还有就是我前老公 我老公有一个前女友是 他被我发现的时候是 一直出现在社群媒体上 然后因为我跟我老公结婚 跟我婆家关系也都很好嘛 所以我大姑啊 我婆婆啊 家人啊 所以全部人都有家那个账号 然后有时候其实我还满想关心 比如说婆婆或大姑 或谁发了一个什么状态 可是我永远看到他的钱 女友在下面留言 而且永远都是讲说什么 妈妈我好想你哦 叫你婆婆叫妈妈 对 然后要问说妈妈好想你 吃你煮的什么东西哦 然后就是 反正就跟他们家人 还是保有当初他们 亲密的历称 都已经结婚了耶 然后 你婆婆他们有看到吗 我婆婆他们会回复 说有时间 就有时间来吃饭啊 乖媳妇啊 是不会都乖媳妇 但是会回复 就是 但是我当下 他们是以为你看不到是不是 我觉得我不舒服的点 不是说因为我的婆家 有跟她互动还是什么 而是你怎么会做这件事情 因为明明人家已经结婚 你怎么还不改口呢 因为我不干涉你之前 跟他们家人感情有多深 因为这件事是事实嘛 我尊重你们可以联络 但是你不应该 不尊重我的存在 而在我可以看得到 你们互动的地方 这么亲密 就是我看到会觉得 很不舒服 然后 当时我真的是太生气了 我就跟我老公讲说 这件事我真的蛮不舒服 但我老公的个性就是 你知道很和平主义者 他就觉得那是他们的 交情 跟我没关系 我跟他没有联络 所以我没有对不起你 那你就不要去看他们聊天 我就会觉得 我也不想看 但是打开我就看到了 但就是不舒服 但我老公也没有想要解决 他就觉得那是婆妈小事 他不需要出面 后面我真的联络了 我真的联络了 就是我就不想出现 他们家任何一切的活动 或什么 我老公才发现事太严重 他才想办法去跟我婆婆讲这件事 因为我不可能 我去跟我婆婆说 妈 你这样不行 不可能是我这样跟我婆婆讲 这件事一定是我老公出面嘛 所以我老公去跟我婆婆讲的时候 我婆婆才吓到 就是原来这件事情 雨柔会不开心 他们现在才发现我会不开心 就会在我婆婆他们的角度来看 就是很像是一个晚辈 来撒娇 然后他们有一个回应 但并不是因为我很希望你当我的媳妇 还是很舍不得你离开 我觉得你是不是在你男朋友面前 都是一个蛮坚强的角色 你看之前很多前任的前任 都是你自己在处理的 是 你老公也觉得你可以处理 还学格斗 不敢他学 明明明都是 你是无辜受牵连的 对 然后 但我婆婆知道这件事之后 当然这件事就没有再发生了 只是我觉得事实的我应该要 好像必须要表现出来 就是我真的不舒服 因为我 应该的你该讲的 就我忍耐期蛮惨的 我觉得 对我就会有一段路 觉得蛮辛苦的 问一下 还太凶 像这种如果说你的前任跟 他现在这个老公 或是你的另一半的家人 感情非常好 还维持某一种程度的关系 这该怎么办 我觉得你做的很好 你做的这个招数 我们叫做把系统拉进来 就是说 你跟 你跟先生讲没有用 那为什么没有用呢 我们在做伴侣治疗的时候 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就是痛的不可以只有一个人 就是如果从头到尾都是你的痛 那你先生觉得 反正也没怎样 他就不会想要改变 但是你做很棒的事情是 你没有去参加他们聚会 那好处就是先生就 哎呦事情大条了 他开始痛之后 他才愿意改变 那他愿意改变 他去跟他母亲说 然后你才有说话权 所以你用了一个以退为进的方法 只是比较慢而已 但如果 要让他有感觉 对对 一定要让他有感觉 那如果可行的话 我会觉得 或许有机会可以直接跟妈妈沟通 但不一定要这么 这么直接的讲 说那妈妈 你看到他在那边留言 你觉得怎么样 然后问问看妈妈的说法 那或许可能 妈妈根本说 我只是晚辈 然后我不知道原来你很在意 你就缩短你的振动期 这样 而且我像前女友要来要这个 类似对账单那一段 应该是男生要出面去帮我解决吧 在一对夫妻关系当中 只要有一个人特别强 可以把所有事情都挡掉 另外一个人就会翘脚休息 所以如果你缩起来 你就发现老公出去了嘛 所以你要练习有些时候 如果缩起来 你就会发现老公还没有用的 从现在开始我会 你要缩起来 截图都发给他自己处理一下 先进广告 好 如果前女友是控制狂 该怎么办 问一下声达 听说她差一点用GPS定位你了 真的 她不是要定位我 她是无时无刻就在我旁边 背后铃 是 她一开始 因为那时候我刚进大学 那时候我就很夯 然后那时候我就被很多 真的 这段讲的是历史吗 真实发生的 真的 但是那时候就是夯了一段 那时候学姐就已经锁定我什么 但是这个同学厉害 这个同学是他有一次他就说 圣达那个 你的皮包可不可以借我看 然后后来他就拿我皮包过去看 然后看完之后 我也没发现什么东西 我也是大概两三天后才发现 打开之后 以前的皮包不是都有一个相片栏 对 相片栏里面 她老娘塞了她自己的皮包在里面 不是塞她自己的照片 她塞了照片在里面 结果她把我的皮包打开 给其他的班上的女同学看 让她们死心说 申达是她的 申达是她的 真的有必要这样争夺你吗 对那时候 你争我夺 不是 后来 后来那时候 因为其他的班上女生就比较含蓄嘛 就被吓退 没有碰到雨柔这种会打人那种 但是她就说 现场的笑声代表 代表都全理解 她就说 申达竟然 明花有主 那就放弃 就放弃 然后我想说这女生也蛮强势 让我觉得很新鲜 我就说 好吧 那要不要在一起 她就问我要不要在一起 我就答应了 这一招你就被得手了 因为我觉得很风趣嘛 我喜欢幽默的 然后她就很幽默 然后结果发现 她的幽默 有开始反噬 开始有一种恐怖感 就是 她就是有时候我上课 我们选修不同的课 快下课15分钟 你就突然发现 哎 奇怪 我们教室门虚掩 门这样虚掩 然后你偶尔会看到一个女生 她就是 会透过那个门缝 偶尔这样看一下你 然后如果被她看到 我就是那个跟女生借笔记 不好意思 她借我那个女生 刚刚她的女儿是谁 为什么你要跟她借笔记 你自己不会抄吗 然后接下来还有什么 MSN 跳视讯什么 每一个她就 任何 只要是男生女生 传讯息给我 她就打开说 我是她女友 你有什么事 我是她女友 你真的这么夯啊 对 那时候她就是 一定要把我锁定 然后后来我就是上大号什么 她还以前那种宿舍的那个 底下不是有一个气窗吗 她就是说 我怎么 为什么上大号要锁门 我说 谁上大号不锁门啊 但是她就 我就 她要打开 我坚持不开 因为我还是还在舒服嘛 她真的很幽默 你怎么看她叫我 结果她直接 她直接那个 她直接踹爆那个底下 那个气窗 爬进去吗 我看到的时候是一个那个 像那娃娃鞋 然后插在气窗里面 然后我就说 喂 干嘛干嘛 然后我就把门打开 然后那一阵子就是 我就是没有穿衣服 上厕所 但是门又时常一直打开 所以那一阵子我容易感冒 所以这段时间我就觉得 活得战战兢兢 很害怕 然后就 后来我就说 有一天我就想说约爱餐厅 我们就好居好散 因为我们是因为幽默在一起 我们毕竟怎么样也相处过 我们就好好的分开 他老娘也厉害 沉得住气 我就说 我们就吃吃吃 吃那个套餐 对 一路就已经吃到水果了嘛 大家都好好的 他也知道我的意思 我说不然我们大家就 就是再试试看 别人或者是看 有没有更适合你自己的人 然后他说 我说不算就不算 他就说 不算什么 他不承认我们 不承认分手 对 就是他完全不承认我们的分手 他说不算就不算 就吃到水果才讲这句话 吃完水果 对 对 然后就夺门而出 夺门而出离开现场 然后全部餐厅的人 然后就看着我 然后我就这样看着 然后我就拿着一个芭蕾 这样子 服务生说还是要算账 对 算一下 最后我已经结 结果他老娘就说 不算就不算 所以他认为 分开这件事情 不是我一个人说的算 他说不算就不算 对 这个是我碰过最失控的 想真是他 然后也不算钱 好有趣 其实现在还可怕了 他不是一开始 在我下课前十分钟 他会这样露半个脸嘛 因为他也知道我住哪 所以有时候 我就是要牵机车的时候 发现那机车棚 他也会有半个脸 在机车棚附近 这个就算了 我就先避开 我就先避开 去喝个鲜奶什么的 争取一点时间 后来想说 他不在机车棚了 我就骑车 你笑屁呀 我讲到一半 你不要一直 太好奇了 后来我就骑车 我已经搬离学生宿舍了 因为我太害怕 后来我就自己租了一个那种 蛮高级的学生的小公寓 结果他老娘也查到了我住哪 我就是 你有考虑转学啊 我就是骑车 也大概十五分钟的路程 我到的时候 他也差不多跟我同时到我家 他在我家门口这样子 看 就是看 那那一阵子 当然 算长发飘逸吧 没有他就是一个那种 算短头发的女孩 然后后来你也知道 因为大家就是唯一分手 这件事情就传开了嘛 那女生的活动 当然又开始活络了起来 然后 这个时候当然 就 这个比较好笑 就有另外一个女生 就已经是我女朋友了 你还敢交女朋友 好快哦 没办法 因为那时候爱情学分就是这样子嘛 对啊 结果不行 谁叫感兴趣 那时候 那他怎么放得过你 他说不算耶 你怎么就交女朋友 他说不算 但是他厉害哦 他就是他也不在乎 我有没有交女朋友 他就继续经营他的嘛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经营 他就是用各种跟踪的方式 结果那时候我也没有交接好 我的现任的女朋友就没有交接好 他拖线拖线 那时候我就一直被跟踪 我很害怕 有时候上楼上得很快 他都没有注意到这些事情 他就是活在他的小天地 结果有一次 他就是从我的那个以前的照片里面 就是有看到我跟这个女生的照片 我前女友的照片 他就觉得 这个就是我班上的同学 或者是我的一个朋友 对 然后结果他就想说 有一次他就觉得奇怪 他说Sanda 你们是不是 你班上有另外一个同学 也住在这一栋里面 我说谁 他说一个一个 然后听他形容我就 鸡皮疙瘩 我想说奇怪 他没有住在这里面 为什么你要这样问 因为有一次下雨 我还没有到家 结果他老娘站在我住的地方 的门口铁门 他进不去嘛 结果我女朋友 进来回到家的时候 我想说这个邻居没带钥匙 他把他放进来 他放到我们那种大楼里 那也是好几天前的事 然后他怎么进我大楼 进大楼做了什么 我们大家都不知道 不了了之之后 又有一次 他说Sanda 你有一个朋友说 要拿东西给你 然后我说什么东西 那时候洗完澡出来 一打开房门 不得了 我前女友坐在 我现在住的地方的客厅 他把他放进去 那真的是叫见到鬼 他就说有东西要给我 然后我就说 分手礼 很重要 可怕 你等下就知道是什么 我就说 很期待 为什么你要把他放进来 我跟你讲过 你之前不小心把他放上楼 就是这个人 结果我女朋友知道事态严重 她说这是前女友 她就躲在房间里就不出来 事情就让我自己解决 我一走出去 明明那时候是那种 大概二十六七度 暖洋洋的那种天气 我一看到他 我就觉得整个房间的气温骤降 我那时候就觉得那阴风阵阵 我就觉得 哇 我也是这样慢慢靠近他 我那时候也想好 如果他真的往我这边冲过来的话 我就拿那个祖传的五地钱 这样压住他的面 但是后来 后来他就是 你的好吞吞的 对 我就是压着他魂飞破晒这样 但是他也没有冲过来 他没有 那时候余光就这样看到他 余光我就看他手上有没有武器 他就拿了一个那种像是绒布的那种 小的戒指 你要送礼物的 戒指盒 我想说哇塞 好贵重耶 这段时间他消失不见 他消失不见的这段时间 他该不会去存钱 然后买一个钻戒 他要跟我求婚吧 然后我就说 小剧场跳太快了吧 我就说阿姐你不要闹 你现在闯到我家 然后你现在突然要跟我这样 我还想要好好完成我的学业 我的人生还有很多事情想做 我不想要这么快结婚 他说不是 你自己看一下你手上拿到什么东西 他可以给我 我想说是那个绒毛的那个戒指的嘛 就不是 一看 像是一坨头发 像是一坨头发的东西 然后我说这是什么 黑黑的 方方的 然后他就说 这个 你忘记你自己跟我说过你喜欢什么 我说 我跟你说过我喜欢很多东西 但是绝对没有这个 这是什么东西 他说 这个就是你最爱吃的凤梨树 凤梨树 黑黑的 黑黑的 然后上面还长毛 已经长毛 然后我就说 凤梨树为什么会是这个状态 然后他就说 你跟我说你喜欢凤梨树的那一刻 我就去学了这个手工烘焙 我做出来人生的第一个凤梨树 我就要跟你分享 结果那时候你就跟我提分手 我为什么这段时间 这就是他人生中第一个做的凤梨树 凤梨树 那那段分手 分手到那个 后来他把凤梨树交给我 那凤梨树少说也在那袋子里面大概 三个月 三个月凤梨树 后来他从原本的凤梨树 后来慢慢乳化 然后开始长毛 变黑色的凤梨树 他交给我 他一交给我之后 那过三个月凤梨树会变黑色 会变黑色 然后我就看着凤梨树 一抬头 不得了 他不见 他从我的视线里面这样子 就消失 消失了 然后这时候 确实是同一个人吗 我这时候就摸一下我口袋的五地钱 我想说 现在什么状况 然后就 想起我家里有一个长辈的说法 就是如果你发现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你就是要这样子 用胯下 用胯下 从这边看 从这边看出去 结果我一看 果不其然他出现了 他就出现了 他出现了 因为我拿凤梨树 我这样一看 他不见了嘛 对 我这样一看 他就出现了 因为他把凤梨树交给我 他就蹲下绑鞋带要走 他就开始准备要离开 所以他这样蹲下 所以我这样看他的时候他出现 因为他那时候被凤梨树挡住了 对 后来 我女朋友看整件事情 就算是 算是圆融的处理 也没有发生什么争执 他就跟我一起出来 我就说 没事的 没事的 出来 他只是要跟我凤梨树 然后我就说 就先把我冰起来 我就把凤梨树交给我冰起来 然后后来就送客 那这件事情就算是 算是圆满的落寞了这样子 最后凤梨树是个结尾 凤梨树就 所以你这辈子最爱吃的 就是凤梨树 我现在最怕的就是凤梨树 一辈子的硬 对 尤其那什么黑炭凤梨树 就是加那种木炭什么那种的都不要 看了就很可怕 对 又拉回了 这个原来还不是鬼故事 不是不是 不是鬼故事 限时欺瞒爱情故事 问一下李律师 像这种跟踪的戏码 你也是心有其其言 常常听到 是 我先跟大家分享 像这种男女朋友的跟踪 其实有一个方式 不管是分手了没 有个方式就是 申请家庭暴力 就依据家庭暴力防治法 申请保护令 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说 家暴法其实好像是要结婚 然后要是家人才有办法 其实不是 是男女朋友都可以去申请 因为像他的这些行为 都已经造成 对你精神上的一些暴力 你的压力 然后你真的会感觉到害怕 所以你就必须收证 包括是说 他的可能一些行踪 大楼的监视器 或者是说 你陷入女朋友的一些证词 可以去申请保护令 那命他离你多远 对 就是可以说 让他不要再骚扰你 不要打电话给你 然后命他离你也住处50 100公尺 这都可以 那只要他一违反 就会有刑者的问题 那我怎么知道 就是 因为男女朋友没有证明 对 拿什么东西去证明 他是 要可以申请保护令的对象 应该是说 只要有人可以证明说 你们是有交往 或者说 你们同住在一个地方 不是一夜情的关系 那有亲密关系的同居行为 其实都可以去 有资格去申请这保护令 亲密几次就算是 没有亲密几次 就是你们有同居 你们确实是在交往 不是一夜情的 大家也都 有人知道就对了 对 有人知道 但是还是要学会自保 其实除了凤梨酥之外 红豆跟贡丸糖 也令人很伤心 是新广豆 好 我们请在海苔中 帮大家分析一下 这个恐怖情人 其实跟跟踪 是有绝对密切的关系 有分哪几种类型 就这边有几种 有战友型 完美型 莫测型 自伤型 跟伤人型 刚刚你那个 比较像战友型 那我知道说有一些 它不是真人定位 它是有一些APP 大家可以去搜寻 它是真的 可以定位你的 对方的位置 还有你手机 有没有电 所以只要你说 它有多久没电了 它也会知道你在骗它 因为它可以 增测到电量 所以如果它不想 帮你装进去的话 你就会 就是你很多型 都被知道 然后还有 我会跟那个 车子号码的 就是你在捷运的 第几车厢的 第几节 它会 然后上车也要你拍 那个车盘 然后完美型 它就是要求自己完美 然后也会要求 对方完美 然后如果你不符合 它的一些要求 它就会非常生气 然后那个怒气 就整个爆出来 默测型就是变换 其实我觉得你那个 比较像 占有混合默测 对 占有混合默测 然后它很容易 因为这样失控 然后失去理性 它会换一个人 那有些时候 会有点小小解离的状况 就整个人 就变成另外一个样子 然后你回过头来 你就说你刚刚怎么了 他说我也不知道 所以那个 都不算 应该就是 就是 他已经到另外的状态 然后另外 最后两种就是 自伤跟伤人 就是如果他是 伤害你的 他可能会说 不然我们就同归于尽 然后他可能会先伤害自己 或是他 就会说他要去跳河 要干嘛之类的 但是 不一定有跳成 那如果是失误的那一种 就是 另外一回事 不小心是失误的 好 那这两种人呢 这里的五种人 其实都有共同的特征 就是他们的情绪 起伏会蛮大的 所以你可以先从那些 小事观察 比方说他 就是 店家少找他十块钱 别人就说 没关系 他会说什么十块钱 像这种 你就要很小心 因为他的起伏 对 然后因为非常小的事情 吵架 然后吵的那个 起伏程度 过于一般人的水准 那你就要有一个 心里有底 就是他很能情绪 有可能 所以感情里面 虽然这个 还是要多点理性 你刚刚讲那个 如果有人跟我传个定位说 你刚刚在哪边 我可能真的定位把它封缩 我觉得好恐怖 问一下白白 你曾经有个前任 也非常的扯 也是前男友 跟前女友的故事 综合 就是那时候 我刚刚开始跟他交往 就是一个礼拜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他的前女友 哭着求复合 然后我就想说 反正才一个礼拜 我对你用情还没有很深 那你就回去吧 结果他又不要 他说他选择我 那我想说好吧 那就好好在一起 那因为那时候 我还在就是百货业上班 那大家都知道就是 台风天百货业也是要上班的 然后他就早上很开心的带我去上班 然后到我下班的时候 他就来接我 因为我就回到家嘛 他来接我 然后他就买了一个贡碗汤 然后还有一些 我很爱吃的一些小菜 就是热热的 猪豆皮啊什么的 对对对 黑白切啊 然后就觉得哇好温馨喔 很温暖 然后觉得哇都暖暖 结果殊不知呢 他就是会 有时候就是会突然常常就是 我们约会到一半 他就会突然看手机 就是有人打电话来 然后他就会偷偷去旁边接 那我就想说 可能是跟朋友要聊什么 我也没有想那么多 想说好算了 这样也算了 因为我想说就是朋友啊聊天 可能有些事情 不想要让我们知道 然后再有一次 他的钱包又突然换了一个 名牌的包包 然后因为他平常是一个 蛮省的人 所以他突然换个名牌包 其实我就觉得 欸怎么会这样呢 然后他就跟我说 他是刷他前女友的信用卡 然后我就想说 欸我有信用卡 其实你可以跟我借 我都愿意就是借你刷 对然后 可以刷你的 可以啊没有关系啊 真的 你为什么愿意借人家 刷卡 就是男朋友啊 我觉得男女朋友之间 不要去讲究这个东西 没有这个要讲清楚欸 然后反正之后 我就陪他一起去把这个钱 还给前女友 对 然后我也没有想到 对 然后直到 有一次就是 我去帮他打扫房间的时候 发现他床头有一个 红豆罐 嗯 然后我就问他说 你的床头 为什么会有一个红豆罐 怎么回事 就是大家都知道 红豆代表香 对 对 红豆饼还是红豆罐 红豆罐 就是满满的玻璃罐里面都是红豆 对对 相思红豆啦 对 然后他就说是爱慕的人 喜欢他的人送 然后我就说 那那个人知道你有女朋友吗 嗯 他就说知道啊 但是他就是爱慕我而已啦 然后是之后我一直笔问他 一直笔问他 他来跟我说 是他前女友送的 嗯 然后这些事情 其实我觉得好 那就算了 把他也过了 然后一直直到 你什么事好会算 他上班刷卡都能搭上房间 什么都算了 你上班每天都顾着就是几百万的业绩 就是男朋友就是 我觉得就是能相处 你就是要好好珍惜 对 所以他如果有什么需要 我都会觉得OK 对 然后 这样也OK 就是到之后 突然有一天 他前女友就是找我 因为他朋友也有暗示我说 你要小心你男朋友好像怪怪的 然后他前女友就是有 思讯我 就说 你们是不是应该要就是分手了什么 然后我就想说 蛤发生什么事了 就是怎么回事吗 嗯 比如说我们交往好好的啊 然后他就突然就是把我约出去 嗯 然后我们就谈 然后他就突然问我说 有一次你是不是有喝到那个贡丸汤 然后还有一些小菜 裁风天的 我觉得好吃吗 然后我就说 我就想说他怎么会知道 我就说 我觉得那间的还不错 然后他就说那是我买给你的 买给你 然后我就 他买给你 他是买给你男友还是买给你 他是买给我吃的 你那一喝完都还好吧 我都很整整 他是买给我吃的 他在追你 有没有你这个超展开啦 剧情越来越奇怪 他表白了 不是 还怎样 然后我想说天哪也太毛了吧 然后 好恶容 我就说 谢谢 就是真的还不错这样 然后之后他就说 他就说 那你知道就是某某某的那个新钱包的事情吗 嗯 我就说我知道啊 然后他说那是我们情人姐一起去买的 你看我们还有穿那个情侣衣 然后情侣鞋 而且你看他还揉着我的腰 然后我就带他买这个包 然后我就觉得 就是现在是在演哪一出 所以不是交往的时候 然后买来贡丸汤 然后让他去接你 我跟我交往的时候 然后就是他说他们已经 他已经跟他交往上听起来的时候 对 然后重点是 意思就是 好像讲的是我才是小三 嗯 然后他才是正宫 对 听起来好像你是小三 这是我们男主角呢 男主角没有来现场 男主角是之后才被抠过来 但是男主角我抠过来以后 他就跟他前女友讲说 他选择是我 所以我们还一起就是 搭计程车我送这个女生回家 然后我还在健身上跟他讲说 论佛耶 你超佛的 要是不是我们是这种关系的话 我应该会介绍你就是金模特权 因为我觉得你长得就是也不错 就是身材也很好 对 然后他就说 他就说 我告诉你 我还是有机会的 到底怎么回事 可是其实那时候 我已经跟我男朋友 就是要谈分手 因为我觉得我受不了这样子 对 对 然后没想到他妈妈就是 还到柜上来找我 他就说你知道为什么 会变成现在这样子吗 他就说就是因为你不够文柔 你太强势 什么 你叫他妈妈来认识我 他才知道什么叫强势 然后 我想说我所谓的强势是因为 你很多事情你都瞒着我 那身为女人 你一定会想要了解 一定会想要知道说 你男朋友今天就是 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就都分手了齁 现在已经分了 幸好分手 对 然后那时候 我就反问妈妈 我就反问他妈妈讲说 为什么就是 你老公在外面有小三这样的话 你还可以笑笑的这样 跟人家讲话吗 对 那他怎么说 然后他就不想回答就走了 然后重点是他妈妈 还会跟那个前女友就是去逛街啊 去慢跑啊什么的 然后我就觉得 那我到底是 祝福他们 哪还是 你会有在路上 再遇到这个前男友 有 因为 就基隆很小嘛 嗯 然后那个男的就躲在那女生后面 还是那个女生 对 还是那个女生 那女生是这样 然后那男的就是 很会说说躲在后面 然后我就觉得 那当初干嘛还要跟我交往啊 就是浪费我的时间 所以我觉得就是 之后如果真的还要再交往对象 我觉得真的要 多一点的了解 多一点的认识与相处 我们讲了这么多可怕前男友前女友 其实海德想帮我们分析一下 怎么样我们可以跟这种恐怖情人 成为绝缘体 一开始很难分辨呢 一开始他们都可能是很甜蜜情人啊 其实大概前 我那时候看到这个研究也觉得很好笑 就是他说 你知道前两到四个月 对方的样子其实是假的嘛 那听起来很像就是很贱嘛 对不对 但是你也是假的知道嘛 因为你也会做出一些 就特别好 然后特别照顾的行为 所以第一个方法是 我们通常会建议先 等六个月 对 三到三个月到六个月左右 他就会圆形毕露 那还有一招我觉得很有用 叫做测试法 但是在测试的时候 请你做好一些安全的措施 就是 就像刚刚那个贡完汤 或是什么情节一样 就是你们可以去吃饭 或是做一些什么事情 然后有一些小冲突或小吵架 比方说你跟他的决定是不一样的 然后看他这时候 有没有剧烈起伏的情绪 那如果有的话 你就要放在心里 然后你可以画正字 大概几次之后就觉得 这样子就会生气了 或这样他就会很在意了 那就可能走下去会很辛苦 激将吧 但你要有那个 有保险招嘛 对 你要有人在旁边可以 测试一下 那不然怎么办呢 因为他不会在你平常很好的时候 形成出来 然后这种人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 就是他们非常容易很快的 就会产生感觉 比方说很快的喜欢你 然后不够认识你就说我要跟你在一起 然后因为他们来得快 所以去得也快 所以 但那个情绪也是这样子起伏不定的 所以不要太快就好我们交往 所以他同时在双轨别人 是的 好 谢谢大家分享 真的我们的投资跟恋爱都是一样 要有多点耐心好好观察 是 珍爱白马王子这个 对的人是值得等待的 那好去好散 如果不行的话 就要运用我们的智慧跟警力 闪得快一点 快乐相爱 我们要平安回家 祝福大家 拜拜